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憾的是没有当面说分手 遗憾的是没有兑现所有的承诺就分开了 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是啊 每天都在不断地遇见新的人 有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遇见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有的人 尤其是一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 也许我们早已经见过最后一次面了 只是 我们总是后知后觉 听过很多发生在后来的 对之前感情的设想 大多与如果有关 如果最后一次吃饭的时候 打扮得用心一些 是不是你以后想起我的时候 会更好看一些 如果最后一次聊天的时候 我们没有那么争锋相对 会不会现在 我们还好好的在一起呢 如果早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你 我一定会控制住情绪 好好看一看 我爱了这么久的人 记住你好看的模样 认认真真的跟你道个别 可惜啊 大多数如果 都与遗憾有关 小说和电影里一晃几年 两个人兜兜转转 还是会再次相逢 可现实生活里 从来没有如果 我们也没有时光机 时间过去了 哪些缺憾就是永恒 再没有机会去弥补和填满 带着过去好好生活 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我记得奇葩说里 有过这样一个遍题 讨论的是 男女朋友分手时 要不要当面说 有一个变手说 他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 并不友好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他现在 偶尔回想起来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遗憾 那一次见面 男朋友已经做好了 分开的准备 但他没有 他是一个突然被得知要被留在半路上的人 那一天在日后 很多个日子里被放映了无数遍 但是最终遗憾的 其实不再是分开 不再是一个说要一直陪着你的人 突然选择把你还回了人海里 而是向他说的 如果我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话 我希望能够穿得漂亮一点 我没有想过要和你吵架 没有想要泼你红酒 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 我是漂漂亮亮的 我想在你心中留下最美的自己 他的观点让我挺感触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人越来越习惯不告而别了 以前的老朋友 如今连朋友圈点赞都要斟酌再三 能占几个月的情侣 突然已经准备妥当 要跟别人结婚了 诚然 相遇有时分开有时 你没找我 我也没找你 是最后的默契 但如果可以 还是希望不顺路的时候 可以认真说声再见 结班过一程 后来不适合了 就要散场 这是两个人都该认真面对 并且坦然接受的事实 就像那个辩手说的 他希望的是 对方可以早一点坦诚相告分手这件事 他可以给再见 留一点准备时间 相互的体面 会让以后的我们都少一点遗憾 而不是一个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用一句话就结束了两个人的未来 看过一个关于分开的故事 是两个行为艺术家决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 结束了他们持续12年的情侣关系 他们一个从山海关出发 沿着长城西行 另一个从嘉宇关出发 沿着长城东行 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各自完成了2500公里的步行 最后 在山海关会合 然后道别 以前的12年是一起经历的 如今三个月2000多公里的仪式感 是向过去道别 也是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的分水岭 不去计较谁对谁错 也不在歇斯底里嚎啕大哭 最后一点属于彼此亲密关系的时间 用来给道别增加一点仪式感 也刚刚好 毕竟此去今年 人海中有你有我 却再无我们 而我们以为的 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分开以后 也往往是山南水北 各安一旺 这辈子 可能都不会再见了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认真相爱 好好道别 珍重生活 听到这里 你心里想起了谁呢 无论是工作 爱情 还是生活 如果你正处在一段关系破裂的边缘 那我希望你可以冷静下来 省事这一段感情 聚散常态 真的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那就听从本心 去选择一个 会让自己少点遗憾的选择 比如 坐下来在一起吃顿饭 散场的时候 好好说句再见 给过去 画上句号 如果你和那个人 已经分开很久了 心里还有遗憾 但已经没有了 那么多执着和不甘 那希望你们 都可以认真的 过好没有彼此的生活 假如有一天 街头相逢 希望你们会因为释怀 而点头致意 也许还会停下来 笑着道几句寒暄 所有的相遇 都有意义 感恩那些 给了你爱与珍惜的人 也感谢那些 教会你成长 和别离的故事 在无相见的日子里 祝你此句前程大好 也敬我余生 繁华四季